中国和意大利相距上万公里 分出古代四处之路的两端 七百年前 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 从此以后中意之间来往绵绵不绝 踏出了一条交融互通的东西方文明之路 1973年 意大利著名摄影师乔治·洛迪 曾拍摄了一幅为中国和世界所熟悉的作品 陈思忠的周恩来 此后多年他多次重返中国 用镜头一次次记录着中国 那时候他任职于意大利时代周刊报社 罗迪说他第一次到中国时被那时候截然不同的一切所深深吸引 一天我认诵了百分之百人 最新闻的世界 百分之广 甚至是电力量 でも百分之一百百百分之百万一百百百万人 百分之百百万人 出了这个机器 連通过游戏 唱或笑儿 或者说 情故 因为你不唱 不喜得你 打算工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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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位皇帝爱心觉罗 溥仪的一生 在距离文艺复兴发源地 弗洛伦萨16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工业城市叫普拉多 意大利多媒体儿童剧的鼻祖 TPO剧团就坐落在这里 弗朗西斯科是TPO剧团的创作总监 也是儿童剧《熊猫的家》的导演 这儿是房子的家里的Panda Panda's home 这儿是房子的剧团 这儿是一部分的剧团 为了全球巡演 他们在舞台和道具上 下了不少工夫 这儿是的Panda 这儿可以看到这儿的剧团 这儿是旁边的商ması 这样 是这个看法 但是它是一种改变的 幢队 和那组在游戏中的组织 所以,我说 我们能在的旅り上 凌典中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十一样 大約 澳大多大 澳门 Finland 澳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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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的家是一部 关于东方文化的 多媒体儿童剧 讲述的是两个旅行者 跟着一只大熊猫的足迹 由意大利出发 来到中国探索的故事 这部儿童剧 这部儿童剧 充满了东方美学 孩子们在充满奇幻的世界里 看汉字的演变 季节的更替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金木水火图 五行概念也被融入其中 熊猫的家 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随着这部儿童剧 走向了世界 岐旅达的男子 罗马九号是卡罗创办的一个中意文化空间 在这里会定期举办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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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的开幕庆典 来参加开幕庆典的客人中有一位特殊的嘉宾 意大利前外教官白达宁先生 他从1991年到2015年先后任意大利驻华参赞大使及驻香港总领事等职务 Cina是一家中文化了其他巨大秩序 在世界上的歷史上 我认读过去Cina和在Cina几年 有关心的感情在这家中文化 感情为艺术 感情为艺术 感情为了Ci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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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巴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 他来到了意大利 从85年到了法国到现在30多年了 这个下面就是罗马市政厅 市长坐底下上班 我在2002年到2005年 在罗马市府做了三年的顾问 两年前嘛 他们收录了50个知识分子 关于罗马的这种文章 当时也跟我约了一篇稿 我当时就说这个罗马的味道 是有点咸 有点甜 但是呢 它就是这个城市的味道 那我可能在这生活就是太长了 我回到北京也能闻到这个 这个北京的味道 2001年 湖南波创办了杂志 世界中国 这是首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意双语杂志 到今天 已走过了20个春秋 成为意大利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那个时候在意大利 不存在一本中文的杂志 当时的华侨 很多人都不会说意大利语 那我们做一些文章 能够在情感方面 对大家有所帮助的 但是到了2006年 看到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 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双语杂志 世界中国杂志社的编辑 都是意大利人 每个月 他们都会选择一些 意大利读者能感兴趣的 又能覆盖到其他类型读者的话题 1989年 胡兰坡在巴黎获得了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是什么缘分又让他 来到意大利的呢 当时的总统叫密特朗 他每日发了我们三万法兰的奖学金 这也是个大数了 那时候我还是想做这种文学研究 挺理想的这种 再后来就决定嫁给卡尔罗了 这是奶酪和咸鱼 是他们这儿一种特别小的鱼 卡罗与胡兰坡 是在三十年前的一次 从北京至巴黎老爷车远征活动上认识的 胡兰坡是当时队伍里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 而卡罗作为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摄影师 也参加了那次远征 我认为了帮助我相信 我认为了帮助我做得一件色彩的旅行 我认为了帮助我 我认为了帮助我 那是我运负负负责的旅行 我认为了帮助你 我认为是很美 但我和我搬弃了 我搬弃了 是没人 我搬弃了完全 这一位世界 我叫Dietchano Matsanti 出生在罗马 从小就是在罗马长大 一直到20岁左右 去了中国留学 Dietchano Matsanti 这个名字维翁 今年26岁 爸爸妈妈他们两个的故事 就挺特别的 挺浪漫的我觉得 他们两个1989年的时候 走了这个四处之路 然后就过了九个月 有了我 我们在德里是在罗马生活 回中国的时候就在北京生活 为了看家里人 姥姥啊 姥爷啊 什么亲戚 我弟弟也是 希望将来可以给双方国家 都做点贡献吧 尤其是这个文化交流 之间的这些工作 那是这个 那是这个 这个是F3 那是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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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Ca 他在本身线 notes 是F3 那是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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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远征之前 胡兰波在法国留学 偶然的一次机会 他遇到了旅行探险家 也是这次远征活动的策划者 坦蒂 他有个心愿 就是想我们伊塔拉远征 那次距离三十年的时间 他再走一次丝绸之路 所以我很想帮他圆了这个梦 坦蒂的工作室 在距离罗马六百公里的米兰 坦蒂对中国充满着激情 那里的一切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 在过去三十年里 他走了十三遍丝绸之路 依然对中国坏着初恋般的热情 中国人的国家 古典的国家 古典的国家 和古典的国家 在韩国家 是有友谊的 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 从中国的韩国 没有战争 一名为了一名,最终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引用戴日本 sud英文 85年 而我们从中国这 vivo承بر 山派了一家 complex with each म向遍 这都是10年 去跟老oir 不移动 一名是一个音乐 route 是一名 location 去跟中国 是不对 但个人他是墅的时间 跟中国 一名目配 au 二次,一年在1989年, 和拍摄是这里的。 第二次,当车的车是100年长的, 但整个车从巴士到Vigilio里。 Marco Polo Expedition. 我,想要做了解释的 Marco Polo, 而为了解释的这些, 我来到家, 三十年前 他组织了一次历时三个月 形成两万五千公里的 意大利老野车丝绸之路远征活动 我们要去都林汽车博物馆 去找伊塔拉这辆老车 我们今天也会见到 博物馆的负责人 如果说明年 我们再把这车再给拉出来 让它再上丝绸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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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得我 帮你 好得他 好 越南部 89 好可爱 你快速 我快速 这 我好想让你看看 中文化华州 国族,哪里。 奥与其中文化不可的文化, 您知道何奥 Buddha东西? 一列一列列一列列? 一列列一列列列! 主持人,開ㅎ 从意大利到中国 坦地走了13次丝绸之路 他希望有机会再续前缘 TPO剧团熊猫的家 全球巡演400场 仍在上演 胡兰波创办的杂志 世界中国走过20年 继续讲着中国故事 从700年前 那次偶然的旅行 到今天的频繁往来 东西方文明交融共生 互学互建 意大利与中国续写着古往今来 不曾间断的特殊的缘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